第四次 灭绝丧尸图成 其中 杰克的妻子也被丧尸咬中 昨天 帕特里克和杰克及时将他手中的婴儿救下 装眼间九年的时间过去了 墙堡中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名叫璐 她与帕特里克相依为面 与当时的幸存者寥寥无几 他们天天地以为丧尸已经变决 杰克与帕特里克是邻居 九年的时间 杰克渐渐从妻子离开中走落出来 每天默默守护着女儿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 璐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个白色怪物 他把事情告诉了爸爸 但爸爸却没当故事 这天杰克像往常一样卖出大脸 结果遇上了很久没有出现过的丧尸 在淘宝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醒来的时候 一个白色的丧尸印入眼帘 原来经过多年的改变 现在的丧尸已经失去了视觉 他们依靠听觉定位 这时 杰克意识到洛有危险 由于是他一路鸣枪吸引丧尸 结果在家门前被丧尸扑倒 被丧尸咬伤 家里的小狗坚状与丧尸最终被咬死 洛亲眼目睹小狗丧生 邻居被咬 心中痛恨父亲 为什么不救他们 而另一边 被咬的杰克并没有变成丧尸 他从电台中听到了生患者的消息 原来丧尸已经丧尸了传播病毒的能力 一天晚上 洛在院子里受到丧尸的攻击 帕特里克见状与丧尸大战 这时 杰克拿枪将丧尸打死 他把丧尸带回研究 本以为他们的生活有此凭借 没想到维基再次降临 第二天 三人一起外出 遇到了一名女幸存者 于是把他带回了家里 这时他听到了丧尸的声音 于是拿枪准备丧尸大战 明显到越来越多的丧尸逐渐靠近 于是三人将路藏在了地下室 但是路在地下室遇到了丧尸 好在他领位不乱 将丧尸锁在了地下室 于是几人与丧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危机时刻 杰克打算一人吸引丧尸 为其他人制造逃出的可能 于是三人开车逃跑 杰克与众多丧尸同归于尽 三人朝着朝阳走去 影片结束 电影是一部恐怖丧尸片 全片气氛紧张压抑 剧情惊悚恐怖 但是影片中三人简单温馨的生活 有着形成的鲜明对比 在冰冷恐怖的剧情中 制造了温暖与感动 电影将弄弄的亲情与友情穿插起重 与其他纯恐怖电影不同 让人心中意乱 是一部值得观看的佳作